剛才和大家說了如何剪那些 RUNNER BEANS的葉 現在我剪光了 這四棵已經剪光了 應該是六棵 現在下面很通爽 又可以讓那個 脆肉瓜曬到太陽和通風 現在我們就來這邊 看看今天還有沒有其他收穫 應該我看到有很多 黃色的豆 那些都成熟了 過來摘 黃色的矮生豆角 我喜歡種在盆道 因為它比較容易收成 時間短一點 就不會壓著那個 菜地那裏 因為菜地用來種綠葉菜 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種瓜類 泥土深一點 多一點營養 這個French Beans 大概可以結這些豆 大概可以收成四五次 我們把大的收了 味黃的就不收 這一棵 暫時收到這樣 遲些也是 如果它長高了 我就會用竹籤 用竹枝架 剪了下面的多餘的熱 開過花的熱 因為那些熱太密 其實都不太好 阻礙它通風透氣 老了的熱 我們就收剪了它 今天就不移動 先去那邊看看 這棵開始不太健康了 有黃色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剪了這個黃色的熱 今天就不收它 主要就是給大家看看 我們收成的喜悅是怎樣 這些就不太健康了 很明顯它很小 因為這一棵不太健康 這一棵不太健康 這裡有很多 給大家看看 這樣 因為我沒有用竹枝來撐住它 所以有點軟 不太健康了 這棵不太健康了 看看這裡 什麼情況 這棵很大 回到外面 我想正常的尺寸 應該是這麼大才對 因為最近下雨 所以我很久沒有來收它 讓它長大一點 是好一點的 哇 生菜已經這麼大棵了 可以吃 這些可以採葉來吃 其實這些也有些青 可以長大一點的 反正我們今天都不吃 讓它長大一點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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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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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這裏 合掌瓜爬到這邊 合掌瓜,我們為了有多些紫嫩和酸嫩,把它撕掉 今天我們就拍到這裏,豆角就收到這裏 這裏是今天的修成 可能過兩天來收生菜,可以吃生菜 謝謝大家的收看